面对灾难 我们该如何自处 也许杨将的百年人生 能为你提供宝贵的参考 杨将出身名门 学贯中西 然而时代的巨浪打来 没有人可以幸免 先是抗日 惨烈无虚细说 乐观的杨将却苦中作乐 将沦陷区的苦难和希望 揉进作品 当年下演为之赞不绝口 你们都捧钱中书 我却要捧杨将 紧接着国共内战 杨将虽有机会逃跑 却选择留在上海 他在《我们仨》中这样描述 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 非但不唱还不爱听 但我们不愿逃跑 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 撇不开自家人 解放后 各种运动和反右派 杂浪知识分子的狗头 等口号中 很多人不堪受辱 而含冤自尽 被批斗 被替阴阳头的羊将 去安慰准备自杀的同事 来日方长 要保重身体 要耐心 冷静 坚强 点亮同事 活下去的希望 日子终于苦尽甘来 杨将也迎来 创作高峰期 翻译家 作假 笔根不措 直至去世 如何面对苦难 我很喜欢杨将的一句话 事态人情 可做书读 可当细看 我常想 要有怎样的睿智 才能做到 身处其中 却有至身事外 要有怎样的认静 和豁达 才能从容走过 这一路的艰难 这一生的动荡 杨将曾如此表明心智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 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尾了 我也准备走了 这里是他故事 喜欢就点个赞吧